温暖跨海交流 两岸NGO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RNG 有人形容孩童就像一张白纸 而他们将画出什么样的图像 涂上哪些色彩呢 我觉得大人们的带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两岸文化交流的拼图当中 今天要借由太平洋搜狗百货 太平洋重关文教基金会所搭建的桥梁 来看看两岸的儿童各自展现的何种样貌 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邀请到 基金会董事长黄金文来跟我们分享 非常欢迎黄董事长您好 厉田您好 还有收集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观众这流行时尚的文化产业力量 你们分享给民间 其实在台湾着力很多 大概有哪些的支持服务 在民间所需要的窗口这边 我们搜狗百货呢 支持两个基金会 我们成立了太平洋重关文教基金会 以及社会福利基金会 那么一个是专门从事文化教育的相关活动 那么另外呢 在社会福利基金会方面呢 我们就是做很多弱势的关怀的活动 那么在文教这一块 我们有很多像是 童年技术两岸端绘画比赛啦 或者是我们也办远东参处达人赛啦 这也是一个两岸的一个比赛啊 那二端绘画赛呢 是在这个国小以下的小朋友 那么远东参处达人赛呢 他是在高中职的这个青年朋友 这些都是两岸的比赛 而且都非常的有口碑 有历史啊 那么另外我们也做了 在我们社会福利方面呢 我们也有这个岁末公益 好孩子的耶旦心愿 我们会邀请国内比较弱势的 这个小朋友的团体 那么他们写出 他们想要的耶旦礼物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仁 我自己还有我们的 这个消费者 到我们的这个店里面通路来呢 就可以去赞养他们想要的 耶旦礼物 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个 这个SO GOOD好小孩的 少年海摩争取活动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个百货通路 它是一个公共开放的空间 我们除了提供商品跟服务之外 我们更认为我们应该做社会服务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刚刚讲的这些个活动呢 在我们台湾都有蛮久的历史了 那么当然在很多领域当中 有很多的这个知名度跟规模 那参与的这个范围也很广泛 舞台非常的多元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分享了参处达人赛 我们有得奖的一些队伍 他们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让他们大展出地 那么我们其实听来啊 就是我们大概会比较着重在这个文化教育这个区块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不管是儿童绘画赛 或者是参处达人赛 那么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下一代 他们一个知性与感性的一个交流 可以促进两岸的一个了解 同时呢 这些比赛它不只是在比赛当时 激起了很多文化交流的一个火花 最主要我们都留下了很多这个整个比赛过程的一个记录 我想对于这个下一代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我们也把我们行诉未来的权力 交到下一代的手中 那么其实引起的回响都很大 像我们的这个儿童绘画比赛 那么它目前呢 这个是迭击两岸规模最大 奖金最高的这个儿童绘画创作平台 也是台湾民间唯一设有水墨组别的儿童证件比赛 因为我们深深的感觉说 其实文化的交流 我们必须要敬爱我们的根本 那么水墨在东方的这个绘画赛里面 它是一个很有历史 而且也最能够凸显这个创作精神的 很简单的纯粹的创作精神的一个组别 所以我们把这个水墨组别特别留在我们这个两岸儿童绘画赛里面 董事长提到这个儿童绘画 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会在多元的多样的这个文化交流当中 认为这个绘画其实是可以让大家来彼此来挥洒吗 对 可不可以谈谈 一千年已经迈入到第十届的 前阵子才结束这个2014年的童年 届时两岸儿童绘画比赛 我们这个绘画比赛这个一路走来 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学习当中 不断的去精进它比赛的方式 那么从最早开始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开放性的通路 让两岸的小朋友能够方便这个矫健 同时也能够透过通路的这个巡回展览 来扩大大家的交流 但是在我们开始一路这样走过来以后 我们加入了很多的元素 包括最近这几年 我们特别成立这个两岸得奖的小朋友的一个护访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护访 那么也会有他们共同创作的儿童绘画的作品跟绘本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这个绘本 也都透过两岸的许多通路 走进了这个千家万户里面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两岸的小朋友 其实在同一个创作的主题下 他们会展现非常不同的文化的一个背景 那么但是相同的是都非常的活泼 也有这样子一个引导未来的这样子一个热情跟企图心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办这个绘画比赛这么多年来 那么除了我们邀请到很好的专家 在这个评审的过程当中给小朋友指导跟鼓励 那我们透过两岸儿童的合作的绘本 那么以及我们之后的这个纪念画册的一个发行 让两岸有一个纯真的美好的记录留下去 更重要是其实我们在作为这个筹备 并且办理比赛的过程当中 大人学到了很多 怎么说可以分享一下 像董事长您觉得您每年都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可能眼睛为之一亮啊 对 其实我可以跟丽杰分享 那我们有一年是这个两岸主题叫做我的梦想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孩子非常活泼非常灵动的 他们的梦想在社会的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 那我发现台湾是一个非常活泼有创意的一个环境 所以孩子们从基层服务啦 娱乐啦 文教啦 政治啦 各方面他们都有他们的企图心 而在对岸的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孩子们呢 他们的这个志愿啊 那么也是有很宏大的志愿 但是面向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公众服务这一类的 公共服务类的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两岸的小朋友 他们都是有一个温柔的远大的心 但是呢他们对于自我的一个认知 或从小立定的志向的方向 很不一样 那么中国大陆他们是公共服务 但是台湾的小朋友似乎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人各有志 或展现自我未来的一个想法就对了 他未来想要做些什么 不过很有趣 说在今年好像这个绘画比赛当中 特别有让两儿儿童共同创作一个纸板板画 呈现主题意象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因为今年是十周年 那么在十周年我们没有想过说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小朋友 共同来写下这个十周年回顾的一个记录 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说用这个版画 因为版画历前你晓得 它的创作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它除了要有最早的这个拖映的 这个画作以外 那中间有好几次要有这个拖映的一个过程 那么小朋友他们在要创作这一幅 这个两岸十周年这个版画的过程当中 他们当然经过讨论 然后呢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 要做我自己 要把我自己给画进去 所以在这个版画上面 我们看到了 台湾的小朋友 跟大陆的小朋友 他们都把自己的样貌 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放进去了 所以在这幅两岸小朋友 共同创作的这个童年记事 十周年的这个版画里面 我们看到了艺术家 绘画家 武道家 也有看到了生物学家 科学家 还有太空人 还有维护治安的警察 那其实从他们这些志愿 其实就反映了一个生活的一个全貌 你们发现 其实因为小朋友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 最真实的生活的观察 放到了他们的这个画里面 我觉得从这个画里面 你不仅看到了 小朋友他们在一起团结 把一个这个生活当中 各行各业的样貌展示出来 也凸显了他们对于自己 以及未来生活的一个远见跟企图型 非常这个将近十年来 有关绘画这个活动的举办 我想请教董事长 像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两岸儿童共同创作之版的版画 就在台湾这边举行吗 还是说在大陆那边 我们今年邀请了三个大陆得奖的小朋友 到台湾来 那因为是小朋友嘛 所以父母亲或者他的老师 会陪同他们过来 那么他们会在台湾呢 待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这一星期的时间呢 会跟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共同来创作这个版画 那版画也做好了 然后呢 除了创作版画以外呢 我们也会带他们到 这个台湾的几个 比较能够激发小朋友 想象力的一些 艺文的空间去参访 或者是他们 最想要去看的台湾的一些 这个公共空间 或者是自然景观 像这几年 从大陆邀请过来的小朋友 他们都很想要去看 这个野柳的女王 很知名的观光景点 或者说观光台北一些 这个最被人快职人口的 像美食 夜市 或者是卖场 或者是艺文的空间等等 所以这一个星期的过程当中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我相信对于他们的 心里面的这个激荡是很大的 因为孩子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 他的亲身所见所闻 我想就会形塑到他的记忆里面 对于未来 我想这个两岸的交流 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作用 我常常在讲说 透过画笔 那么孩子们他们的尽情挥洒 其实他们就把对于未来的想望 放在里面了 那么大人经常也可以从孩子画笔里面 可以看到孩子的天空 其实是比我们更宽广的 我们相信 我们从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实有些梦想会慢慢修正 不过总是能够画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大人都觉得参与过程 其中有时候也会想到自己 当然也可以陪伴的孩子 努力的帮他创造更多的可能 那像大陆的儿童可以过来 相信我们的孩子也有互访的机会 对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邀请大陆的小朋友过来 但是呢 因为你知道 这个大陆小朋友 他们平常比较没有像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有那么多的机会 到各地去游览 所以目前为止呢 我们是比较是以邀请大陆小朋友过来为主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大 这个两岸小朋友的互访 那么我们希望只一年在台湾啦 一年在中国大陆这样办 那么so far呢 我们是在台湾来做两岸儿童的绘画营 那么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拓展到对岸去 这也是在今年十年 我们画上一个分号之后 接下来我们持续要做了 还是力推这个儿童绘画比赛咯 对 我们这个儿童绘画赛 它会一直做下去 因为孩子们会长大 带着他们儿时绘画的美好记忆 那么现在小朋友会诞生 我们希望我们所保留的这个空间跟平台 它随着时间的递章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 他永远都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小朋友 从小开始能够为他开启第一扇 两岸交流的他们 那么另外当然我刚刚讲到了 这个我们的参处达人创新赛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有多一点时间可以讨论 这个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特别 我们也投出了非常多的心血跟心力 他也是国内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参处赛里面规格最高 那么每一年我们都送冠军的队伍到这个 香格里拉学院 那么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经理人 共同学习一个月 那你想看对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在餐饮这个部分 他们就希望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激励 不仅是国内最高额的奖金 而是那个有一个月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学院 去跟来自世界各地的第一流的餐饮的经理人 共同上课的那个机会 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在思考 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 文化跟教育怎么样扎根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想到了 并不是说它的规模要做到最大 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说 后来我们真的都成为国内 大家都给我们很多的肯定跟鼓励 比方说像我们参处赛 那业界给了我们一个称谓 说是参处界的奥斯卡 那我想最主要是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 我们的梦有多大 我们要发挥的这个力量 就要有多大 就可以有多大 那我们希望这个比赛最大的意义 是可以用最优质的激励 来为孩子们 他们所这个梦想的这个未来 能够加一点养分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儿童绘画赛也好 或者是参处赛也好 那么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于他们所专注的专业 对他们所向往的未来 都会留下一个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非常谢谢基金会 给我们下一代 这么多的滋养的养分 谢谢你 我们看到你们是成长茁壮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太平洋重观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华清文来告诉我们基金会 如何透过两个小朋友的画笔 来彩绘他们的天空 有非常动人的交流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机会 让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相紧还 非常谢谢 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 再见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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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